而除了農產品之外 這次颱風中災情慘重的還有自然景觀 桃園縣復興鄉因為溪水暴漲 卻把超熱門的觀光景點風凍石 真的讓它實如其名 被超有力的蘇利颱風吹動了 這一吹也讓風凍石掉進溪谷 滾滾洪水從上流而下 經過蘇利颱風一夜的強風豪雨 13號上午位於桃園縣復興鄉小無來的風凍石 終究還是敵不過大水的衝擊 滾落溪谷 天是這樣散的 就在那邊 天是這樣散 它現在水一來了 有衣動雨它就變這樣 這棵風凍石一直是桃園縣 最珍貴的自然資產 幾十年來歷經無數颱風大雨侵襲 甚至在921大地震的時候 都通過考驗 動都沒動過 對於這次被大水衝落溪谷 當地居民都表示非常難過 這風凍石對我們特雅族來講 我們這個地區的人來講 它是一個做盛石的 對於我們原住民很尊敬這棵石頭 因為當初有這棵石頭 在這個地方 就好像它在保護著我們 保護著我們這個村子 整個村子 所以說我們非常 對它非常的敬畏 它在這邊時間樹立太久了 它可能想要躺下看一下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調整個腳步 再來重新來保護我們的機會 桃園縣政府表示 等風災過後 會與專家前往現場會刊 探討如何善後 一定會盡全力將風凍石 回復原來的面貌 聯合報 楊茂莉 桃園報導 是 栽